那是我在加护病房写的 我为什么要在加护病房写呢 我就突然有个idea 那是我得了半选证 那我就有个idea想法就说 我也可以在那时候 去写完我的生命 在那个时刻 我就 特别跟 这个 天下杂志 那天我当时交到天下杂志 专栏去的 我就跟天下杂志的主编洪嘉宁说 嘉宁 我准备来写一个史上我写的最烂的文章 那那个时候 我的白血症的指数呢 是8.4 通常到9就走了 那医生用很特别的方法 把我救回来 那我再用我自己很特殊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集我一生所有生命之大成的所有智慧 把我自己救回来 然后救回来之后呢 在还没有救回来之前 我就在那个时候写了这篇文章 那救回来比较好 没有好就是 还很迷糊这样子 就是整个人电解质都不平衡的时候 我第一个求救的就是圣志人 我就打电话跟他讲 说我每天都吃西饭上面那层 然后我显然 我盼在我自己是电解质不平衡 所以每个人 其实你要重症的人 你要有一定的医疗尝试 我也可以这样子就不注意 然后就昏倒了 然后其实就电解质不平衡 就心房就战动 啪啪啪啪啪 我的好朋友 这个朱宇漢 很多人好朋友就这样就走了 那我跟他不同 我就比较有这个医疗尝试 而且我好吃 我就打开给圣志人 那圣志人就非常好 就立刻就送一条 军品的港式蒸鱼给我 那我就 可是我是不能吃鱼 就是我当时的状况 已经连鱼都吃不下去我的肠胃 所以我就是 用了旁边那个鱼露酱油 就沾着这样 就渡过 那我不能天天拜托他 结果我就在那个时刻 除了写这本书之外 我前面讲清楚 告诉大家说 我在任何时刻 都会给自己一个great idea 我就决定把自己成为 台北市各大饭店 蒸鱼的美食品建家 我就今天叫军品 明天叫金华 后天叫雅都 好 那当他们很多都不外卖 那我是我朋友 然后看我可怜 还有同情票 就每家每家每家 都给我送一个这个 蒸鱼这样 看哪一家最好吃 结果还是军品最好吃 对 而且一定要吃笋合鱼 你吃到这个草鱼 或其他的鱼 这个真的真的在生病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吃 因为它的胃就把它非常疼痛 那你还可以吃一点点蛋白质 就新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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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吃了 我会吃了 我会吃了 不是新鲜吃 你们知道 明天塑造物 你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